您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聞 歡迎收看PayPal公民新聞報 二零二四鐵道藝術節 在富剛火車站熱鬧登場 吸引許多民眾參與 現場除了有整氣火車國王號 和藍皮解優號 讓鐵道名一包眼膚 鐵道模型創作者 也用3D列印的技術 重現經典車站的復古風貌 二零二四鐵道藝術節 圍繞在火車站周邊進行 並以鐵道藝術生活日常為主 鐵道模型為活動的主軸之一 徐志剛老師用先進的3D列印 與雷射雕刻技術 在線台灣經典車站 復古懷舊的老樣式 希望能夠勾起人們 對昔日的回憶以及時光的嚮往 而是被居民他們的居民 有一些對話感動 跟好幾個人聊了很多 然後都給我照片那個阿伯 他照片一給我就知道 這下我不做不行 蒸汽火車重磅登場 一大早就吸引各地 飛奔而來的鐵道迷 前來朝聖 捕捉國王號的風采 行駛於南迴鐵路的藍皮解憂號普通車 用浪漫又燦爛的微笑 緩緩地出現在寧靜的富岡小鎮 期望能帶著每位第一次到訪的旅人們 一起記錄課莊的人文風情 台中的魔術教學團隊將魔術帶入校園和偏鄉地區 他們不但到學校裡教學 也為長輩設計體驗課程 讓長者感受到魔術的生氣 他們希望用魔術點亮更多人的心靈 Hello Magic 是台中的一個魔術教學團隊 致力於魔術的教學與傳承 讓更多人能認識到魔術並學習魔術 現在的人因為科技或手機的原因 所以其實人與人之間變得比較不擅長社交 那我覺得透過魔術 它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破病跟開頭 所以讓我很快速地在跟新朋友 或在一個團體裡面 就是快速跟別人建議連結 這裡可以規劃學生寒暑假 或學校社團的教學課程 也有專門為長輩設計的長青體驗課程 了解到說可能有些老人家 因為在老人院這邊可能就會變得比較孤獨 對 那所以那時候我們就約了一個時間去做這樣工藝活動 那其實在整個教學跟表演的過程中 他們那些老人家也感覺像小孩一樣 看到魔術也會感覺到非常的驚喜 除了到學校 岸清班 以及一些機構進行魔術教學 他們也會定期進行偏箱服務與工藝表演 希望能幫助到那些有需要的人 因為我知道其實在這個社會上有很多是比較處於弱勢團體 所以我很希望透過像這樣做這樣的工藝活動 或這樣偏向教育 可以讓不同的孩子們去體驗到魔術的魅力 甚至是讓他們在枯燥的學業以外 可以體驗到不同的事物這樣 魔術不只是一種藝術的形式 透過魔術的力量讓觀眾感受到喜悅 期許能像燈泡一樣照亮每個人是他們的願望 請說要回答 然後把件事情就會做散開 你這麼想禁止